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40牛頓的水平作用力與桌面上5公斤的物體 使它移動2公尺 那麼他問,我們看A選項 A選項的話,他說 施力小於物重,物體應該不會移動 這個錯啦,它會移動 它只要能夠抵抗摩擦力它就能夠移動 它的等速移動 所以它的外力是等於摩擦力 這摩擦力是動摩擦力也是40牛頓 這都是40牛頓 所以A選項是錯的,我們看B選項 B選項的話,他說物體等速移動 故此力對物體做工為理 這錯啦 這個力對物體做的工是正工 正工是多少呢?是40乘以2 F乘以S等於80 那外力做正工,但是摩擦力它是做護工的 所以它能量沒有增加 所以它能量沒有增加 因為一個做正工,一個做護工 所以它等速移動 動能沒有增加 所以這個是錯的 我們看C選項 過程中摩擦力對物體做工 這個對啦 因為它的力的方向跟位移方向相反 所以它做了工 摩擦力做的工 是等於護的FK乘以S 就是護M40乘以2 所以是等於護80加2 這個是對的 所以C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第一選項 物體原力的方向移動 顧合力不為0 這錯啦 因為它等速移動 等速移動就沒有加速度 那我們曉得M等於MA M等於MA 那你加速度等於0的話 合力當然等於0 合力包括什麼呢? 包括外力、摩擦力、正向力跟重力 這四個力就抵消了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要選C 講座 唔 0 0 9